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以近二十年的慈悲付出 为全世界一千万佛友开启心灵之门 使观世音菩萨和平之光变照十方 佛法智慧 指引人间离苦妙法 慈行普渡 共住世间 极乐净土 卢台长深入浅出 权益大乘佛教义礼 不分昼夜 全年无休 弘法足迹遍及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一应邀登赴哈佛大学讲堂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复盛名的西安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被澳大利亚政府授予太平绅士 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丰 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一同出席 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并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与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卢台长新系北美佛友 再次历临多伦多 与大家结缘 使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 普度有缘 今日 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沾伐喜 共目佛光 感恩 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 卢君红台长 无谓忘我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 来自北美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和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君红台长 请台长新秀 所有们的鲜花 彭城万里传佛音 众生向善慈悲心 试问佛法哪里有 众生佛心到永久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还有我们尊敬的阿曼达议员和媒体朋友们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美丽的多伦多 拥有着北美五大湖的中心 安大略省的西北岸风景秀丽 四年前 我曾在多伦多红法 今天 看到众多的佛友们 倍感亲切 台长说 人间的佛情胜有情啊 经常收到多伦多佛友来电来信 资讯自己因忧郁症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 婚姻失败 感情破裂 和孩子的关系相处得非常的不好 身体不健康 人睡不着觉 失眠 恐惧 还有各种心理疾病 国际的医学界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现在有四亿三千万人得的忧郁症 每年因忧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有一百万人 所以人想不通 心理不开心 烦恼 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大非常大的障碍 我们心理不平衡 称恨社会上的不公 还有各种人和事 这是心理疾病 让自己引起的根源 所以学佛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 让自己心中平衡 想通就是有智慧的人 开心就是远离的烦恼 每天如果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情 你就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快乐人 佛法教我们做人 佛法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虚幻不实的 不安定的现实 人生只是一个旅途 在这辆人生的列车上 没有一个人从头陪到你 做到人生的终点 要珍惜所有的人 从起点当中上上下下 你这个火车的人 感恩他们 陪你度过了每一段人生的道路 这就是心灵的解脱 这就是心灵的解脱 要感恩啊 我们一切烦恼都是空 一切名利到头来也是一场空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有一个商人 他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终于成为了亿万富翁 他住上了豪宅 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他本自以为可以永远快乐地生活 但是在他五十五岁的时候 因为眼角磨破裂 他的眼睛瞎了 他看不到自己的豪宅 连自己的卫生间都要摸着前去 他看不到自己的亲人和孩子 看不到阳光 他进入了一个黑暗世界 天天的难过 愤恨 心理想不通 得了忧郁症 在五十九岁的时候 他因为忧郁症自杀了 对他来讲 难道这不是一个虚幻世界吗 这个世界一切 让我们忧伤 让我们欢喜的 其实只是一个感觉呀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 很开心 很开心的时候和悲伤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已经没有了 只是一种感觉呀 所以人在这种感觉里生活 什么时候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呢 佛法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就像电一样刷的就没了 就像露水一样被太阳一晒 他就化成了水 因作如是观 佛经让我们认为 就要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去做 因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而生 缘散而灭 想一想 我们很多自己可爱的祖母 外公外婆慢慢的随着缘分的结束 离开了我们 也是变幻无常啊 想一想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人 能够记得自己的一切 还有几个人还能够懂得 自己变幻无常的过去 所以要在无常的世界中 找出真我 放开胸怀 想通想明白 你才能在这个没有烦恼的世界中 找到快乐的自我本性啊 其实人总是在羡慕别人当中长大 有的人常常在幻想 我有一天醒过来之后 我突然之间成为了一个富翁 或者成为一个非常很有名望的人 因为每个人的贪念 就让我们认为多接触那些有名有利的人 来跟他们比较 并当作这是人生的目标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那些我们所羡慕的人 同时也是承受着他们的不如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虚荣的本性 使人们总把自己风光的一面展示给别人 又有谁能够看到别人风光背后的哀伤呢 所以在人间 你所得到的就是所承受的 因为当你得到了 你就必须要承受 他有一天会失去的痛苦 所以就像硬币一样 都有两面性 有正面就有负面 有因就会有果 重因就会有果 人间的寿命因为短暂 所以才显得珍贵 我们人不应该去追求痛苦 因为当你追求你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痛苦 所以学佛的人应该知足常乐 佛说能够认识自己是最难的 认识别人还可以 要认识自己才能降服自己的缺点 才能改变自己 记住了 要想幸福的人就多一点知足吧 有一个小和尚 他坐在地上哭 满地都写了字的废子 老和尚跑过来问他说 你怎么了 写不好 老和尚捡起几张说 写得不错嘛 为什么要扔掉 又为什么要哭啊 小和尚说 我就是觉得写得不好 我是完美主义者 我一点都不能有错 老和尚说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完美吗 拍拍小和尚说 你什么都要完美 一点不满意就生气就哭 这反而变成不完美了 小和尚把地上的纸剪了起来 洗了手照镜子 然后洗了一遍又一遍 老和尚问 你这是干什么 不停地洗 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 这个时候小和尚说 我有洁癖 小和尚说 我容不得一点脏 你没有发现吗 每个师主走后 我都把他们坐过的椅子 也要擦一遍 这叫洁癖吗 师父说 你嫌天脏 嫌地脏 嫌人脏 外表虽然干净 你的内心反而有病 倒是不干净了 小和尚要去画园 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 说 为什么挑这件 师父问他 你不是说 不在乎外表吗 小和尚有意跟师父捣蛋 所以我就找件破旧的衣服 而且这样 师主们看见我小和尚穿的破衣服 才会同情我 才会多给点钱 老和尚说 你是去画园 还是去乞丐啊 师父瞪大的眼睛说 你是希望别人 看你可怜供养你 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 通过你去度化更多的人呢 老和尚圆聚了 小和尚成为了主持 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 拿着医药箱 到最装最乱的贫困地区 为那里的人去治病 洗农患药 然后脏兮兮的回到了山门 他总是亲自去画园 但是左手画来的钱 右手又接济给了穷人 他很少待在禅院 禅院还是旧的 但是他的信众越来越多 大家跟着他跑上了山 下海到最偏远的山村和渔港 去度化众生 他说师父在世的时候 教导我们要什么叫完美 完美不是求这个世界的完美 而是求心灵的圆满 师父也告诉我们 什么叫洁癖 洁癖就是帮助每个不清洁的人 让他们心中干净 师父还开始我 什么叫化缘 化缘就是手 使每一个人的手能牵着手 彼此帮助 使众生结为善缘 小和尚说 什么是禅院 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 而是要在人间 东西南北都是我弘法的所在 天地之间就是我的禅院 学博修心 不是要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 而是要增长智慧 智慧增长了 你就不会再痛苦了 境界到位了 世间的这些利益就会存在 一切的圆满智慧 是解决人间烦恼的金钥匙 我们学博作人 碰到人间的苦难 都会想不通 历经很多磨难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在苦难中 学习自己的定力 在烦恼中 掌握自己的心智 平衡心态 不求名不求利 好好地活着 一生不生癌症 家庭平安 没有车祸 没有进监狱 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这难道不是你一生的成功吗 在加拿大 家喻户晓的 有一个加拿大的青年 他叫Terry 由于得了骨癌 他被迫截掉右腿 但是他用甲肢照样跑步 他为癌症的研究 捐款 他一共跑了143天 跑了5300公里 他更换了9条甲腿 完成了每人捐一元的家园 全加拿大有2400万人 他为了研究癌症 捐了2400万人 但是这位可爱的青年 在八个月之后 也就是在他22岁的时候 他离开了人间 所以加拿大 目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治疗癌症的水平的国家 而且全部免费 我们这位Terry孩子 他为加拿大的医疗 癌症研究 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谢谢他 平凡的我们 只要想着众生 犹如长辈挂念我们一样 我们一定会想着别人 就会超越自己 一个人天天为了别人活着 他就是一个圣人 每天活着 只想占别人的便宜 他就是一个小人 所以要完成超脱自我 就是要达到菩萨的境界 要忘掉自我 心中只有众生 有一个预言故事 说有一个猪 这个猪说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要做一头牛 虽然牛工作累一点 但是牛的名声好 让人爱怜 牛说了 假如让我牛再活一次 我要做一头猪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不出力 不流汗 活得像神仙 有一个老鹰说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 我要做一只鸡 渴了有水喝 饿了有米吃 住了有房子 还有人保护 鸡说 假如再让我活一次 我要做一只鸣 可以翱翔天空 游云四海 任意捕兔杀鸡 这个预言 告诉我们 人总是经常羡慕别人拥有的 看不到自己的能力 不想去努力 总是活在贪念之中 让自己时刻的失望 总是不由自主的 去羡慕别人拥有的 羡慕别人的工作 羡慕别人的新房子 羡慕别人的车子等等 唯独他没有忽视了一点 就是自己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 学博人要拥有自信 增加学佛的精进力 相信自己能用自己现在的条件 去修成佛道 能用自己现在的能力去战胜自己 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五足恶事当中 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能够让众生都爱戴你的人 这就是人间菩萨 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给大家做节目 当场回答大家问题 有一天就是上个星期 前一两个星期吧 台长看出同修的太太缺钙 关节会呱哒呱哒响 容易头昏 他人很善良 但是呢 他从小体质不好 后来又拼命的做事 把腰弄坏了 听众连声称对 台长还指出 这个同修本人 有一个兄弟过世了 经常去看他 同修感叹台长说得很对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您好 您好 吴先生 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个59年的猪女的 想问她的身体状况 她是一个是腿 关节 她是这样 她的关节呢 是由于长期缺钙引起的 她的关节缺钙 所以她骨头啊 刮它刮它响的了 对对 她这个骨头啊 不够力啊 她维他命D啊 还有那个铁质 她都不是太好 所以她呢 年轻的时候有过经常 人撑不住了 昏过去了 这种了 就是好像 又要摔倒了 有这种 对对对 头晕呀 就是 明白吗 就是这样 她人挺好的 她人很善良 就是 就是年轻的时候 做的太多了 她的身体 生出来就不好 对对对 太对了 太真实了 从小体质不好 所以她自己 拼了命的做 做做 这个腰也不好 你知道吗 她把腰都做坏了 对对 对 对吧 我看一个五六年的猴 你有一个兄弟死掉了 不知道是你弟弟 也是你哥哥 我哥哥 哎呀 太对了 太对了 我哥哥 他老来看你 哦 是的 前段刚做梦做点 太对了 厉害 你赶快给他念一下 49张 49张 好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谢谢 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的是做人和做事情 人活了几十年 我们有时候做人 却一直在伤害自己 被别人在外面伤害一次 回到家里要责怪自己 难过半天 要伤害自己 几十次 甚至一百次 所以在处事当中呢 我们除了伤害自己 又去伤害别人 佛法有很多的道理 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怎么样去处事 但我们呢 就知道理论 不能修生活的波罗蜜 所以很多人吵架 都没有智慧 因为学博就是学做人 很多人 很多人去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总是满脸凶相 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 大家想一想 眼睫毛这么长 但是没人看得到 但是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人就是因为太刚 所以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学博人应该从柔不从刚 因为中国传统上来讲 以柔克刚 视为本 一个人不管怎么样 不能太刚猛 不能执着和好强 所谓执着一生 空无一生 常爱面子的人 常后悔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当你在发怒 非常难过 想发脾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做任何决定 否则你一定会伤害到自己的 学博人要学会放下 开悟人 自会一生 才是真实的人生 想一想 同样是刚和柔 人的嘴巴里有舌头是柔的 有牙齿是硬的 但是虽然牙齿硬 舌头软 大家想一想 最早住坏的却是牙齿 舌头可以伴随你到死后 才逐渐的腐坏 可见柔软比刚强更要长久 华言经说 热柔和人如法 安住慈悲喜舍中 也就是意思 一个人快乐温柔的心 和忍耐的心 他能够住在慈悲喜舍当中 一个人今天还能笑得出来 还能开开心心 哪怕一分钟 这个时候 你就拥有一分钟的快乐 你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小时的快乐 你就没有一个小时的烦恼 所以永远要让自己拔喜充满 汉山大师曾经说过 红尘白浪两茫茫 人鲁柔和是妙方 所以做人应该从柔 不从刚 所以我们要做人 要学会人鲁才能精进 家庭的矛盾和孩子的矛盾 都是要靠忍耐才能得来的 我在澳大利亚做广播 有一天一个老人家打进电话来 说他的儿子剃了一个头叫汉奸头 是当中两半分开的 我跟这位老人家说 老人家你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这叫时髦 这叫德华头 因为留德华剃的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过去的老人家 有一段的心理障碍 所以要柔和 只要在精神上能够让他精进 不要做坏事 在其他的方面还是要随缘 所以学博人最重要的是随缘 很多的男女在婚姻破裂之后 天天的责怪自己 伤害自己 甚至自残自己 就是想不通 其实原本他不会永远的 记住了 缘分只是一段一段的 所以当这段缘分没了的时候 会有下一段缘分继续等着你 所以做人要想得开 要随缘 不能执着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学博 才能看穿这个世界无偿的真谛 有一位老年人 他老比丘 就是老和尚 他颤颤巍巍的来找了一个 他很信任的年轻人 他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用红色的塑料袋 裹了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 小塑料盒子 这位年轻人非常好奇的 问这位老比丘 师父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老法师一脸庄重的表情 颤颤巍巍了 一层一层的打开 露出了一尊塑造的 比较粗造的 金颤颤的佛像来 他告诉年轻人说 孩子你知道吗 这是一尊金像 是别人供给他造寺庙用的 他说当年没有用上 他现在年龄大了 假如一口气喘不上来 落到别人的手里 或是被他的子女们要回 他就要背因果的 老和尚说 我很信任你这位居士 孩子 你把它好好处理吧 这位年轻人 接过这尊金菩萨看看 佛像底下 有一方比较模糊的印记 叫足精 拿在手里 癫癫癫还是成癫癫的 在接过这尊佛像的时候 年轻人的心里非常有压力 他也是成癫癫的 因为老和尚对他这么信任 他不能对不起老和尚 年轻人一再推脱 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个老和尚 思索再三 只能勉强接受 在接受的那一刻起 他就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因为呢 他又不能去卖 佛像不能卖 如果收藏藏在哪里呢 万一被小偷偷掉了 又怎么办 就这个问题 让这个年轻人 非常的困扰 仿佛当中还经常梦见小偷 把他的东西偷掉 有一天 他无意在电视当中看到一则节目 叫建宝节目 就是建真那种宝啊 是不是真的节目 他想 这尊佛像看上去比较粗糙 是不是假的呢 他转念一想 老和尚这么认真的态度 不会假的吧 但是他又想想老和尚的话 他说的是别人送给他的 是不是别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想来想去 最后年轻人还是要决定 应该拿去鉴定 最后拿到地矿见证中心 专家做了鉴定 鉴定的结果是假的 当得知佛像是假的时候 他心里不但没有失落 反而倒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和轻松 高兴的是他终于不要再去为怎么处理它 而担忧了烦恼了 轻松的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种感觉放下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自在是多么的快乐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东西都是由于自己看不破 太重视了 所以我们才不快乐 才会烦恼 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是这样放不下 很多老人家自己死的时候 还放不下所有人间的一切 但是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放下 看破 其实就是一个佛的理念 因为我们到人间来 只要对孩子的责任尽到 我们并不是要包他到老死的 因为转板脑基菩提 就是要想通想明白 我昨天晚上一个小开示上 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 一位老人家住医院非常的贵 他一天要有五六百块 全身掉的掉瓶 但是呢 接着氧气 耳朵听得见 但是呢 他说不出来话 几个孩子在边上商量着 说妈妈天天这么住下去 我们怎么办 几百块钱一天 我们怎么办 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妈妈听见 妈妈心疼孩子的钱 居然在晚上 趁孩子们都离开的时候 把自己的氧气瓶拔了 把自己的吊针拔了 离开了人间 说明什么 说明母亲是永远爱孩子的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又有几个真正的对得起我们自己的父母亲 所以孝顺是学佛的根本之一 我们要好好地孝顺 要有慈悲心 又有慈悲心就必须要有感恩心 想一想 我们的人从小长到大 有多少人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 我们感恩他们了没有 我们对不起多少人了 所以多想想别人好的地方 你就会有慈悲心生出 今天有慈悲心 你就不会去恨别人 当你不恨别人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 你就拥有了菩提心了 在2500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人 他非常的苦恼 于是他背上了 背囊 去找佛陀 为他灭除苦难 当时佛陀听完他的话之后 说 嗯 真正能够解脱你的 只能是你自己啊 那个人说 可是佛陀 我心中充满着苦恼和困惑呀 我怎么来解决呢 佛陀慈悲地说 这个年轻人 是谁给你心里 放尽了苦恼和困惑呢 那个人沉思了半天 没有说话 佛陀说 是谁放进去 你就让谁 把你心中的烦恼和困惑 取出来吧 其实心中的苦恼 不过是自己的一种 执着 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烦恼 没有人可以逼着你去难受 这个世界上苦恼是自己找来的 烦恼也是自己寻来的 所以能够解脱自己的人 一定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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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说一个故事 有一天晚上 有一名叫杰克的青年 站在河边 他患有轻度的忧郁症 一脸忧愁 已经三十岁了 他已经知道自己一事无成 没有工作 什么都没有 他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走到了河边 这个杰克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身材矮小 讲话带着浓厚的法国乡下口音 他一直瞧不起自己 认为自己是个乡巴佬 连最普通的工作 他都不敢去应聘 没有工作也没有家 一直很苦恼 福利院的一个很有智慧 叫Tom的朋友 他知道杰克将要颓背而死亡 他有一天找到杰克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杰克脸上没有表情的说 什么好消息啊 他们说 我刚刚在收音机里 听到了一则消息 说拿破仑 曾经丢失了一个孙子 播音员描述的相貌特征和习惯 与你丝毫不差 杰克一下子精神大震 真的吗 我竟然是拿破仑的孙子啊 联想到 爷爷拿破仑 曾经以矮小的身材 指挥着千军万马 带着法国乡村口音 发出威严的命令 他顿时感到自己矮小的身材 充满的力量 讲话时 法国相应也充满了高贵和威严啊 第二天一早 杰克满怀信心的去到一家大公司去应聘 结果应中了 二十年后 他已经成为这家大公司的总裁 后来查出自己并非是拿破仑的孙子 但这已经是不重要了 朋友的一句话 就给杰克找回了自信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找到了是一个榜样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我们觉得自己在生命和生活当中 非常沮丧的时候 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找一个伟大的一个人 做一个榜样 就像我们现在学佛 有时候学不下去 觉得很痛苦很困难的时候 想一想 唐僧 九九八十一难 想一想我们的玄奘大师吧 想一想 东渡日本去传播的建真和尚吧 他们的精神照样照耀着我们 走出我们每个人自卑和困苦的阴影 重新找回你自信 和佛性啊 太阳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 自己的舅舅六十三岁有结 而且呢 他得了圣静脉雪山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结果呢 同修呢 就去度他的二舅妈 因为二舅妈本身学佛多年 做了很多善事功德 一说心灵法门 舅妈非常相信 马上许愿放生 第一次放生 十一点钟放完鱼 舅舅呢 已经从重症病史出来了 第二次又去放生 放完之后 舅舅直接出院了 所以这个听众 非常的感恩菩萨保佑 我让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师傅 跟您分享一个 那个法语的事情 我二舅就是 他那个今年六十三 我二舅妈呢 他是其他法门 学了很多很多年了 他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 他也是一个大善人 做了很多善事 但是他没学在法门 我二舅呢 忽然就业障爆发了 今年他六十三 就突然就得了 那个肾静脉栓栓栓 然后就转到 那个南京医院 就特别严重了 就是发展成 那个肺静脉栓栓栓 然后血压呀 各方面都不正常了 不正常就转到 重症监护室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听我这个二舅妈 说咱法门特别灵了 他一听他就信了 然后他就接着发愿 在我家这个佛台这发愿 之前是把这个功德 转赠对我二舅 然后三个月之内 就是住十个人 然后就是一新修 这个跟着关心菩萨妈妈 学佛修心 然后呢 还给我儿就放鱼 然后呢 给我儿就放第一次鱼的时候 我儿就接着当天 我们十一点放完了 十一点 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 打过电话来说 我儿就接着就从那个 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 看见了吗 就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十一点放完了生 就十一点 我哥就打电话 就跟我儿舅妈说 就是说我儿就那个指标啊 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 人一生接着就说 这个病人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 就突然就让他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妈就特别发喜 就说哎 怎么观音菩萨这么灵啊 他接着又学 这就我儿就又放一波 两千块钱的鱼 结果两千块钱的鱼 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 回来以后呢 人医生说 这个病人不但是 动症监护室出来了 然后普通病房 要不要他住了 他直接回来了 你看看看 我告诉你 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准 他过去学的佛 全部都有加持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 所以菩萨妈妈 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呢 你听得懂吗 他一求就灵了 我一说他就信 一求他就特别 看见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心理法门这么灵啊 让他救了我而救了 谢谢 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念经念得很好 因为他讲话这么快 念经一定很快 我听都听不懂 吃不休啊 学佛人要多思善 少思恶 我们所谓的三界为心 万法为世 就是你心好的人 想的事情都会很好 你心恶的人 想的都是别人家不好的事情 所以一切都是由你心生的 所以做人有时候要放开 既然没有了就放掉 我告诉大家 有一辆火车在飞速的对开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买了一双 很好的鞋子 放在火车窗户边上 一双非常名牌的鞋子 在看 突然之间对面 有一辆火车呼啸着过来了 把他的鞋子吸掉一个 然后呢 他一看边上人一看 鞋子没了 这个时候人家说 你鞋子掉了一个了 怎么办呢 他想都没想 拿起另外一个鞋子 往窗户外 砰一下扔出去 人家说 你为什么把那一只 也扔出去了 他说 我拿的一个鞋子没用 如果我把这只扔出去 人家捡到的人 还能穿呢 所以圣人看社会 大家都是圣人 坏人看众人 众人都是坏人 要调节好自己的心 尊敬师长 把善良留在心中 不要把别人的缺点 都记在心中 天天在伤害自己 人的毛病 就是记恨别人的缺点 和过去做错的事情 每天放在心中 在伤害自己 这样时间长了 像个电脑一样 你的病毒太多了 你的心脏就会死机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 顺境的时候 要懂得珍惜 逆境的时候 要懂得心病 要懂得执福 就是像种树一样 植树一样 天天的福气 怎么会来的 靠你不断的去种福田的 彻底了解这个世界 才能彻底懂得 人间应该怎么样生活 一个能守戒之人 心才能定得下来 不贪不撑 不愚痴的人 才能开智慧 这就是伯法当中的 戒定会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 给大家听听 我每一次讲个笑话 它都有含义的 说一个军乐队在演奏 将军走到击鼓手的面前说 你要给我注意工作态度 击鼓手打鼓的人 他傻傻的感到莫名其妙 工作态度怎么不好了 将军 将军说 你看人家拉小提琴的 两个手到现在没有停过 看看你举着两个木棍 半天才打一下 这个鼓手说 我是按照乐谱演奏的 不能一直敲打将军 这个将军非常不开心的说 我不看谱子 我只看到你一直在偷懒 这个鼓手气得不得了 打了三下 咚咚咚 心里想你给我滚滚滚吧 学佛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 不要妄加评论 否则一定会造口验 我们学佛人要懂因果知因缘 情守善业 一定会修成人间菩萨的 台长想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伟大的佛陀啊 你们知道他有一事是干什么的吗 佛陀非常的纯洁 他跟自己的弟子什么都讲 他把他过去前世有了一些事情 他也告诉他弟子 你们知道有一天啊 佛陀啊 他跟五百位大比丘 就这么多的和尚 大比丘 他的弟子五百个 来到阿罗泉水边 除了阿难之外 这些人啊 都全部具足 有六个神通的阿罗汉 大阿罗汉 就是他们有神通的了 眼睛看得见过去了 能够耳朵听得见很远的声音了 这时候佛陀就像舍利佛 他的一个弟子说 在九元以前呢 有一位有一个国家叫罗越之 当时呢 国内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节庆日 在大会当中呢 有两位大历史 一个呢是出生于沙地利王族的 一个是婆罗门的大历史 他们都报名当前所举办的铺斗赛 就是像现在香铺队一样 赛前呢 婆罗门历史私底下 向沙地利大历史说 你如果能在比赛当中 假装输给我的话 让我赢的这场比赛 我一定将赏赐的 大部分的财宝全部给你 沙地利历史呢听了很高兴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没想到 这个婆罗门历史 在得到国王的赏赐之后啊 竟然毁约 他没有将得到的财宝 给这位大历史 过了不久 又到了节庆的日子 婆罗门大历史呢 又提出了上次一样的要求 又得到了 沙地利大历史的认可 但最后呢 还是没有拿到赏金 这个人吹他牛 到了第三次比赛的时候呢 婆罗门历史呢 又跟沙地利保证 如果这次你让我获胜 我将会将前两次 所欠的赏金全部给你 没想到 沙地利历相信了他 最后又被欺骗了 隔了一段时间 全国又举行了节庆 两个人又碰面了 婆罗门的大历史 竟然又提出了 跟上次之一样的要求 沙地利历史心想 这个人太不老实了 我那一份赏金 把我每一次赏赏金都拿去 今天我要让他吃点苦头 于是对婆罗门历史说 你已经欺骗我三次了 我不要奔你的财宝 便在众人面前 用右手安住了他的脖子 左手抓住他的腰骨 两只手像遮甘蔗一样 使劲地折断了他的脊背 再举起来 环绕三圈 丢向地面 让他当场毙命 这时候 在场观看的国王和大臣们 非常的敬佩大历史的威门 便赏赐他十万金钱 佛陀告诉瑟利佛说 当时的婆罗门历史 就是提婆达多 而沙地利历史就是我 因为我当时起了称卦贪财之心 所以奋而使其断命 之后数千年间 即堕于苦难之中 受烦恼之苦 今日我虽已成佛 烦恼漏尽 但因此夜报 仍要长寿 即被疼痛之苦 佛陀再次叮嘱大家 你看 如来虽已断尽诸恶 众善俱足 能度化天龙鬼神 乃至皇城百姓等 一切众生 但不免要遭受这样的余报 更何况我们世间的 愚痴之人 大宗应当以此为警惕 擅自守护自己的 身口夜三夜 远离杀盗淫的恶业 莫造妄言 两舌恶口其余 不起嫉妒挂碍 不幸因果之心 与会的舍利佛尊者 五百阿罗汉和天龙八部鬼神等 皆欢喜听闻 依教奉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利人 自己一定要清净平等 我们不要去攀缘 有时候没有缘分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做 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 我们要真诚的做事 不管哪一件事情做完之后 心中要没有感觉 对不起别人的心 这就叫没有挂碍 我们如果做完事情之后 老感觉亏欠了别人 你就是在让自己心中 流上的挂碍 我经常说 很多夫妻一旦分手了 才想到对方的好 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不珍惜对方的存在 不在乎他 不爱护他 等到一旦离开了 才知道这个世界 我们留不住啊 所以我们做人 要慈悲众生的事情 天天去做 我们坚持去做 我们就会无量无边的 去做下去 这样才叫积累 无量无边的功德呀 劝恶从善 不辜负菩萨的一片苦心啊 今天能够来这里的 都是我们的朋友 都是有缘分的 台长 非常的感恩大家 我觉得一个人做人 要对得起别人 你才是无怨无悔之人 我们今天能够做自己善事 能够帮助到别人 说明你是一个慈悲之人 学博的人 有个人问我台长 我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啊 这个贵人 而别人老有贵人去帮助他 我就告诉他 贵人就是你先去帮助别人 当别人再回来帮助你的时候 他们就是你的贵人了 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所以他就缺少了贵人缘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 自从有了微信 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的牛 就过上了从前皇帝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醒过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 看朋友圈 刷微信 审阅天下大事 顺便再点几个赞 感觉不错的 留几处言 告诉文武大成 正知道了 手机扫一扫 一声的故事就出来了 爱过谁 恨过谁 还有牵挂谁 如今人人都在玩手机 若干年之后 墓碑上只刻着二维码 没人写上名字了 路过去墓地的时候 只要拿扫一扫二维码 那个时候就叫扫墓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在你把这个墓碑扫完之后 收到一条消息上面写着 对方已同意添加你为好友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好好地学 行善 帮助别人 我们真正的人间佛法 是不离开人间事情 不是说我嘴巴里要做善事 而实际上的行为却不肯做 我们一定要实修 天天的生活就是要想通 因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很多人还活在过去当中出不来 所以他才会难过 有很多在我们澳洲的老人家 过去是局长啊 是部长啊 来到这里 现在帮自己的孩子 在小卖部里做部长 然后帮着自己领孩子 好好地活着 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很尊敬的卢台长 为我们的慈悲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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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